有請第三位家長就是David的媽媽王莉阿姨 上去給我們檢照 就在這前面 就在這前面 就在這上面 就在這對嗎 好 清楚 就在這 就在這 就在這麽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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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David的媽媽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David David呢他是有行為問題 這個 原來的時候呢 他有很多的行為問題 我們帶他出去逛街啊 逗路啊 哎呀 總是最後 真是非常大的壓力 而且他有 任何時候都可能都會有一些行為問題 這樣的話呢 嗯 本身我們其實 就已經有很大的壓力了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 不分是非的人 我們也知道這樣是不好的行為 對吧 本身家長自己就有很大的一個 就是精神上的壓力 體力上的壓力更別說 你要照顧他啊 你要付出很多額外的精力去照顧他 然後就有精神上的壓力 然後呢 同時呢 每一次他有行為問題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周圍別人一眼的眼光看著你 然後你 你會覺得非常的甘打的樣子 因為 你沒有碰到這樣的孩子 你不懂 你不理解 他們都覺得孩子那是你 家長教育的問題 想當然就是這樣 要不然有人就問 你是不是就一個孩子 那我說是 那人家淺化淺 這個背後的含義就是 交管 就這麼一個孩子 男孩 肯定是從小交管 真的是這樣弄得非常的 真的是很尷尬 不光是體力上有付出 精神上還有付出 然後給你帶來的 也是很多的 不愉快 你知道吧 因為我想 我也不是那種 我也是一個 身上來比較自律的人 我也就比較去努力去移民到這裡來 去學習去找工作 工作中也是比較的 工作跟同事也都挺不快 然後呢 在工作中也比較能勝任的 也是比較能得到大家的就是 尊重啊或者是相處的比較融洽 但是就是我這個孩子呢 總是給我帶來很多的這種 trouble啊或者什麼的 真的讓我 而且這不是我所能改變的 這個 剛才那誰 Viona說的 她為她兒子可以做什麼什麼 其實我覺得家長父母 都是這個想法 我為他 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 那麼你說我現在 把我的命拿去了 只要他能馬上變好 那我肯定是 沒有一刻猶豫我馬上就答應 對吧 可是我覺得有的事情 不是我所能夠 就是說我所能夠辦到的 然後呢 以前這種情況呢 就弄得我們 就很不願意帶他出去 那因為他出去 他也不願意 他不願意的話呢 那我們帶他那麼費勁 我和他爸爸 那我們就說 那你就在家待著吧 其實我們也這樣做什麼事啊 但是這樣的結果呢 其實比他並不好 那會他會越來越不好 後來呢 然後我們就來到教會 去年六月底的時候 有一次跟Visa來電話 就在他那邊聊天啊 吵鬧鬧啊什麼的 他也有教女孩子的問題 我們在那邊說 後來就說 那你就來教會吧 說的這個 其實就鼓勵我 應該帶他出去 不要怕別人嘲笑你啊 或者什麼這樣子 後來我想 那我就帶他來試試吧 來了以後呢 可能是開始開端比較好嘛 第一次來好像趕著小朋友打水槽了 他很喜歡玩 他就跟小朋友一下子就 相對來講就熟一些了 然後呢他後幾個禮拜 都練給他打水槍 拿著水槍 但是也沒打哈 然後呢 後來就趕上那個去看品 大家去看品一起 然後我也是覺得 這兒的就是弟兄姊妹啊 還有這個管那個兒童教育的 這些老師都很好 我當時也是在外面 碰到那個David也是著急的哈 那個說什麼好聽的話呀 或者怎麼樣打人呢 什麼 我也真是覺得很無助 我也很尷尬哈 然後呢 當時馬上有好幾個人 就過來安慰我呀 幫助我呀 幫助我去安慰David 而且我能感覺出來 就是說他們沒有說那種 用力量的眼光看我 其實他們是 我能感覺出來 他們從內心裡 他們真是很善良 想幫助我 這個是你能感覺出來的 這個 這個他的想法 或者他的目的是什麼 你能夠體會出來的 所以呢 我就很感動 很感動以後呢 然後我還是就是接著 帶David來 每個禮拜都來 他也很喜歡這裡 他也跟小朋友 相處得很融洽 那有的時候 他也曾經有過幾次 嗯 情況哈 其實還蠻嚴重的哈 他也蠻 有幾個 但是我覺得他總的趨勢來講呢 他還是 比以前有了很多的進步 嗯 還有呢 就是說 我覺得他 他我舉個幾個例子哈 比如以前的話呢 他其實他比較笨手笨條 跟他的年齡比起來 他屬於比較笨手笨條的 嗯 他上了運動課呀 他上華麟課呀 上了很多次 希望他別聽見 他聽見了該不高血了 然後呢 這個 他上好多次以後呢 他還已經沒有過 人家小朋友可能比他小朋友幾歲 人家一級一學就過了 他就沒有過 一直沒有過 哎呀 最後沒辦法 只好放棄了 說算了 還有吉子英春 你說他今年十三歲了 去年時候 他今次認不起啊 大概這可能邪調性啊 怎麼 不是那麼那麼好 你知道 他就 怎麼 這樣他就不會 你知道吧 呀真是覺得 算了那就算了 那就不去 不去勉強他了 然後呢 去年的時候呢 後來有一次 就禱告啊 就禱告 那個劉弟兄就說 用穩作所能夠 感知的方式 嗯 就是 請主耶穌來 來告訴我 因為我以前也是一個比較 比較文固的 後來呢 哎呀 當時就是 真的是 可能在音樂中間 他有了一個 有了三樣事情 讓我感到了很大的一個變化 首先他就是 他就會騎自行車了 他就有一次去那個曾燕家 後來呢 他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去了 說孩話說 他看那自行車 他也就跟著 推著車就出去了 你知道 就하는這棋子 他ちょっと無法commend 這個車了 然後就給扔了斑路 然後 那個曾燕的寒 回來了 那個二兒子回來了 我跟你說 然後就把那個大兒子 駕出去 然後就把那個自行車 又拖回來了你 male 然後他一下子 就受刺激了 他看著各個小朋友 你也都會騎車呀 Cisco 他不愧 然後他回PS Pad我要學自行車 然后呢,其实我们早就给他买了,一直就不肯去学,后来那个,挺高兴的,马上就找到了,然后就让他去学,结果他一下就会了,他一下就会了,就是觉得挺那个什么的,还有呢,就是,人家早着急嘛,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啊,或者一个比较新的环境啊,他就真的是很容易着急,我也是,我每次带他出去的时候,我也很紧张的那样子,然后呢,有一次呢,就是, 就是,我在这里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小朋友在别的地方看,然后那天呢,是有一天什么事情,反正没有做到,你知道吗,但是呢,比如说他要带一个什么,备用的裤子什么,你怕他,他怕湿了脏了,他要换一个,他觉得不舒服呢,他很敏感了,我就给忘了,我就忘了,然后呢,他就问我,妈妈,你带了吗,然后我就,我说带了,我当时眼睛没看,我就说带了,一般我是不是说谎的, 但是他说我一会儿就带了,然后他说是真的吗,说是真的,然后到我心里就特别的紧张,你知道,我就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我觉得,妈妈,那今天可能会有问题的,而且那个,那个,当时他也是情绪嘛,不是太好,他有点不高兴,有点因为是不是不高兴啊,后来那个,然后我们在这儿看,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的心里,当时就非常的,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这种,七上八下的,然后呢,我就当时,自己坐在那儿,我就默默地想,我就默默地祷告了一下,我说, 我说,主耶稣请你,今天能希望能够保守David,我觉得今天能够太好,我希望能够他今天晚上能够平安地度过,然后呢,当时,祷告完了以后呢,嗯,我,我就,我马上就,心里就是挺安宁的,我确实有那种比较安宁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我,祷告过了,我,求过主耶稣了,主耶稣不会不管我呢,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 然后果然那天晚上呢,哎,确实都是挺平安的,其实那天晚上呢,确实是挺,嗯,一些状况,后来有点啊,冰水跟我说, 说他肚子疼,肚子疼得就冒冷汗,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跑去教会的厕所去上厕所吧,那是头一次也是,头一次,你可能对别的孩子来讲, 你们都是很一般的事情 但是对他来讲都是一些 相对来讲是一个milestone 你知道吧 就是真的是对他来讲是个里程碑 是他第一次这样 然后呢还有呢 还有他就会游泳了 你看以前我们上过好多次游泳课 他就是没有过 然后那个后来呢 就是说那算了 那就愿意游泳 其实就去泡了 然后去年夏天呢 哎 猜一下也不怎么就那么喜欢游泳了 他老去找那个爱去游泳去 来就是游啊游啊游 说我也带他去 下了班以后我也带他去游泳 开始就在那水里泡一泡 然后慢慢他就会去跳水了 因为他看着小朋友跳水 挺深的地方他就跳水 跳水呢我在边上等着他 他一跳我赶快扶上来 我赶快去拉着他 怕他那个胭脏了 然后慢慢的呢 他自己胆子越来越大 他自己跳着 然后自己扶上来 然后再慢慢的呢 哎 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他会游泳了 当然游泳姿势不是那种标准 他的姿势哈 他是那种咱们说的狗胞式的哈 但是呢你别说狗胞式 他游得挺丢的 后来我想哎呀狗胞式也挺好的 狗胞式只要他自己会游泳了呢 就就行就挺好 以后真是要落水的吧 他也能够自救啊什么的 然后呢哎他兴趣挺高 那一阵子兴趣挺高 他总是去游泳 每个礼拜游好几次啊什么的 对他身体也对他情绪啊 都是我觉得都是挺有帮助的 嗯那也是当真祷告完了以后 我觉得几接着三 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的这三件事 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哈 嗯因为要做歌的以前 可能我就想 这是一个嗯机缘巧合吧 或者怎么样子的哈 但是嗯但是那一段时间呢 我也想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嗯你说有些事情咱们也不知道哈 我觉得冥冥之中圣地可能是在听我的祷告来帮助我 而且David也做过梦 David休息了嘛 也是因为他有一天晚上他做梦 因为他也很想成为一个很好的孩子啊 各方面啊都像别人一样 他也很渴望 他也知道什么样子是好的 他也希望他能够做到 但是呢有时候他自己能力的限制 或各方面的原因呢 他做不到 所以他也很渴望 然后有一天晚上就做梦 那我们梦见呢 嗯就是前面一天亮光 他就是朝着亮光方向去走 然后他就听了一个声音 问他说叫教 叫David 然后说是不是需要帮助 他就是是 所以那个就是 就会帮助他 所以David也是很相信 很相信神的话语 所以他也当然就是就是就休息了 我们也是来到这个教会,其实很快,我们10月份Sanskilling的时候就熟悉了,来了也就短短的几个月了,我也是陪着他一起熟悉了,然后到现在呢,当时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当然你会经过一段比较平淡,或者是这种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太多变化的日子, 尤其是我天天跟他在一起接触,可能我,别人可能一礼拜见一次,或者是一个月见一次,跟他仔细接触的时候才会觉得,哎呀,他有变化,但我天天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哎呀,他是变化了,是比以前懂事了,有的时候这个事情,以前你跟他说,他根本就根本没经见了,现在他会有反应,他会知道按着你的话去做了, 但是呢,当你,当他又不好的时候,你的,马上你的这种信心和乐观,马上就给你打掉了,这样的,然后有一次呢,跟一个姊妹聊天,后来呢,就说起来,说起来,孩子教育的问题, 其实当时没有任何的相关的事情,他就突然说起来,说其实David,他觉得David有很大的进步,当时给我一个很深的触动,因为很深的触动是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说的是,没有提到David, 但是,但是,但是他,就是,当然也说到孩子的问题了,然后他就,他就,他就提,他突然提出来了,就说不是,我以前想着,嗯,别人当然也经常有时候跟我说,啊,David有很大的进步了,但是我总觉得,呀,可能人家是以鼓励为主,哈,为了鼓励,鼓励David,鼓励我呀,这样子的,嗯,所以也不是说的特别这样子,但是当时他因为他在一个,也比较突然的这种情况下,嗯,让我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好像,哎,给我一个这种,这种,一个提示,我一,我再仔细回想一下David这些,这几个月的话,他的变化,哎,我觉得,哎呀,他确实是,他其实确实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从他的感情上,成熟度上,还有他的自动能力,他以前很没有耐心,那个吃饭排队,那他根本就不行了, 排不了对,你知道吧,然后你说这个东西,他爱,他也很挑食啊,爱吃东西没有急啊,你爱,他爱吃东西,你不给他,他会发脾气,会闹的那样,但现在这些事情,他都好多了,反正呢,我觉得,最近,这一个月,他又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他相对来讲,就更独立了,嗯, 嗯,他能,我们家有一只狗,他可以带着狗,自己出去带着狗,出去遛弯,遛一个多小时,以前他是很胆小的,他能上楼啊,都得让我呀,把他爸爸呀,都陪着他上楼啊,现在他,他敢自己出去,带着那狗去遛弯,遛一个多小时, 还有一次,他自己跑到我们那个,挺远的一个地儿,三位以来,他说,我自己走着去,走着去,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呢,他自己都走着去,当然在大马路边上,是比较安全的,人来车往后,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也都先处复过他,比如陌生人,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他自己都,一个人来回,都,就那么远, 而且那天是特别热,就前两个礼拜,特别热的时候,那个,我在家都觉得很热,他自己走着,还给,背了一个小书包,我说,那你,教他这个任务,就买一桶奶吧,我们家没有奶,买一桶奶,他有目的,他可以去买奶,给他多带了零钱,就给他背了一桶水,然后泡泡一口,然后走着一个小时回来,满脸通红,大汗,后来我就说,我说,我真觉得他,真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要我,未必,我可能会觉得很累, 一个多小时,是一个大汗,你知道吗,非常累的,还有下太,很热,他说,对于一下,你累不累啊,他说,不,很累啊,你热,我说,我看了你很热,他说,是,我是很热,我说,那你喝水了,他说,我去座上就喝完了,然后那个,说我不光那个累,我还走着,但是我肚子疼,我可想上厕所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妈妈就忍着呀,我就说,我只好自己在那歇一会儿,等这个字过去了, 然后呢,我再接着走啊,什么的,我说,哎呀,我说,那David,你真是挺棒的,现在,你说,因为要搁到以前的话,那你肯定就闹起来了,那肯定没话说,肯定就闹了,我说,你现在能够自己走那么远,独立的去办这些事情,然后还能够碰到这些路上,碰到这些困难,你还能够忍耐,我说,你真是有很大的记录, 而且渴了,空中淡了一瓶水,去了顶部门就喝光了,然后自己倒呢,还知道给自己买个饮料,不然你还知道自己照顾自己,还挺好的,他现在也是,做这些事情的话,看着还是很细小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其实也是,都是一些挑战,都是他生命中,可能第一次经历的嘛,也是给他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啊,什么的, 然后来到这里呢,在老师帮助一下,教育一下,我觉得这儿老师确实是很耐心,很耐心,很有爱心,我作为父母来讲,就碰到孩子不太容易教育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真的觉得筋疲力劲,你觉得我做,我实在是没有能力改变了,但是呢,他们呢,可能换了别的方法,而且同时呢,他们也是跟我沟通,也会 可以教育我,告诉我一些,怎么教育孩子的这些,这些方法,也确实是,嗯,我觉得有一些帮助,对我有些触动,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不断地学习啊,不断地进步啊,嗯,虽然可能跟别的孩子比起来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想就是,他跟他自己比嘛,跟他自己比的话,他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嗯, 嗯,嗯,嗯,而且当前面听那个福尤娜和那个谁,福尤娜的爸爸啊,他跟爸爸讲了,我也自己也更加的有信心啊,有希望啊,我也,我也就是,觉得主耶稣会帮助他,会帮助我们,更加的有信心啊,有希望啊,我也,就是,觉得主耶稣会帮助他,会帮助我们,会更加的有信心啊,天天, 阿们